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我就带来一个西游社专一代啊 一个杀狗镜猴子啊,杀猴子的一个组合的苏同秀啊 一批呢,杀狗镜的使用者呢,叫做书记办公专用房啊 二批呢,猴哥的使用者呢,叫做 这英文挺长啊 叫做Villator Fly Days 这造纸啊,没谁了 好,咱们来看看两个人的一个苏同秀 这个呢,也是一个渔波长青老板啊 发给我的一个素材啊 然后呢,说这个直播的大神呢,叫做机器猫啊 是在这个抖音啊 各位呢,喜欢的这局在这去看一看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双打这个苏同秀吧 这两个人物呢,分别单人的苏同秀呢 这个是母规角色里边的前二啊 猴哥呢,是第一,杀狗镜呢,是第二 看一看呢,这个第一第二的人物组合起来 会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第一个画面呢,就是一顿皮温A啊 普攻的一个清兵 到这里呢,才开始用第一个道具 排名掌 然后,杀狗镜,清,猴哥清 这里给杀狗镜充分的加气机会 好,猴哥这里准备了 杀狗镜的冰扇,我以为猴哥要来呢 好,杀狗镜一个冰扇 之后呢,开场可动 然后跑到这个金鸟王面前 一顿这个小波动 猴哥这里呢,天高火一打五 然后呢,拼A,开始清其他的兵 杀狗镜这个位置呢,还在连续那家金鸟的洗身 然后呢,AB波动 之后呢,这里金鸟王一个出招出来 猴哥呢,AB控场打倒 然后,把这个小兵呢,接着清 双方呢,同时补气 猴哥呢,利用杀狗镜的气快速补上 接了一个波动 杀狗镜寒命长清兵,再接一个波动 猴哥在杀狗镜波动的期间 清了三个兵,再接一个波动 杀狗镜这个位置还有两个兵 看一看这个地方怎么处理 杀狗镜扒了平A 猴哥扒了平A 好,往前冲 OK,等这个金鸟王落地 然后呢,给一个照妖镜 直接照死 好,照死以后呢 这个死亡时间大概是个 1分45秒左右啊 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套路呢,跟咱们小时候玩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首先呢,看上一个道具 然后呢,一顿揍 在这个打大怪的期间 同时清兵兵啊 保证这个速度的一个流畅性 好,咱们来看看第二关 这个呢,最近呢 也是这个甲刘比较严重啊 不知道这个各位防护措施做的怎么样 我的这个躲过了新冠 没逃过这个 也是没谁了 然后呢,一病病了三天啊 刚好一天之后呢 尝试直播一天 然后发现又退役了 然后呢,现在是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啊 能这个坚持用这个 大概五次时间啊 把这个一个视频做完 平时呢,都是一次做完的 这个确实 身体不太行了啊 这个各位呢,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 起码呢,口罩啊,不要离开自己啊 太关键了 好,咱们来看啊 第二关呢,这里出来 一路呢,这个很 怎么说呢,很常规的一个清兵吧 集合的呢,就让这个沙不经又寒冰掌 分散的呢,就是猴哥尽量平A 然后呢,老套路不进洞 这样的话呢,红海尔呢 这个就不会出招啊 包括小兵,在场的小兵也不会出招 连续的四次平A倒地 三A倒地 然后呢,打一个这个最后接波动 红海尔反击 然后呢,再往右打 差不多这个波动有个好处呢 就是说呢,能把这怪物打得备身朝地 最后打了个千佛手 啊,漂亮 非常漂亮的一个收招啊 两个人的一个小合招 这个千佛手呢 我一看一个合招呢 想起我们小时候玩了 小时候你们怎么打红海尔呢 站在上面那个洞 俩一起加气 啊,那个卡 那个山崖的卡 喝完招 完了再回去跑 再加气 因为那个卡的红海尔呢 大概率过不来 好,这样呢 来到游戏第三关 开场呢,寒冰掌一打四 然后天干火 居然也是一打四 太漂亮了 然后AB一打三 沙悟就补那个路单的 非常漂亮 配合精兵 但是有一怪被砸倒了 有点可惜 这里呢,先发的寒冰掌 命中三个 反补一个 这个地方的寒冰掌呢 没有办法 这个 就好的角度呢 只能一打三 因为呢,这个寒冰掌 这个本体 这个这个 人物本体这个期间 是没有攻击判定的 所以说你看是吧 这个地方这个兵往后绕了 正好打了一打四 这是一个运气的一个配合 但是呢 这个寒冰掌呢 也是 就是说呢 第一时间 击杀三个啊 最后虽然是一打四 但是第四个呢 也跟PMA杀 差不了太多吧 OK过来 这个地方大陆 选择呢 还是让 诶,换人了 我以为还想杀不进了 诶呦 这里大陆有点背啊 这里大陆呢 这是 第一个PMA的时候呢 就出招了啊 然后呢 杀不进这里终于进满气了 猴哥呢 利用自己的普攻 给杀不进 赢取了一个加气的时间 然后呢 普攻腾子打普攻 波动腾子打波动 两个呢 配合了非常的清晰 然后呢 这里继续 好 这是两个人一起普攻 看来两个人的普攻 数据差得不多 因为毕竟都是 呃 三下能轻这个 小兵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 这一关呢 双方呢 也都没有主客场嘛 我看看 这关是谁客谁 我得捋一捋 啊 当时再捋吧 最后要喝招跳场景了 果然 喝招跳场景 跟这个单打 波动刀小兵 跳场景是一个道理 这样呢 什么都不要 直接跳过了老陆的场景 还没让一清五 火扇开场 有没有一个宝塔 双倍宝塔 扔出来啊 这个塔是一个双倍伤害 非常疼 杀不进就不出来了 直接在里边呢 波动压 然后呢 让猴哥呢 把这个屏幕拖过来 打一个金刚中 直接压着起身 再接波动 然后继续啊 这个单打有一个 这个叫做 招式免疫波动的延迟 但是这个双打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呢 你杀不进波动之后呢 别人的道具 你还可以波动 但是我估摸着啊 自己的道具呢 应该不能波动 他这个招式免疫 应该就只是 限定在自己的道具之上 让猴哥见两个宝贝 杀不进直接走了 开场 卡克位置要扔什么道具 什么都没扔啊 火扇 我以为什么都没扔的 然后寒冰长寒冰长寒冰长 应该是如此 因为这个位置 太适合寒冰长了 这两个人 唯一的弱点 可能就是两个人的 本鼠啊 都不是太强 清兵这块啊 冰山开场 双倍照镜 照到杀不进面前 直接打一个波动 这样的话呢 出门伤害打满 照妖镜往前跑 波动 哎呦打歪了 这个也不能是打歪了 跑歪了 猴哥开始包兵 然后扒了倒 波动 猴哥继续包兵 这里继续 大狗起身 出了一个这个没飞的招 啥不就没气了 打倒 再波动 这个气的话呢 这个大狗再起不来了 再见了宝贝 死 这里接了个射箭啊 我以为怎么不接波动呢 看来呢 最后呢 这射箭呢 是为了让这个射箭的一个快速收尾 不然的话呢 波动呢 虽然说杀不进的波动不快 但是呢 它依然也有一个 动画时间 好 咱们来看游戏的第四关啊 海底 好 来了 看一看海底啊 海底这里呢 双方的这个清兵差距肯定是拉开了 猴哥毫无疑问 还是那个清兵王者 三下一个 但是呢 杀不进的有一个比猴哥要强力一点的这个寒冰掌 这个寒冰掌的清兵应该会比天干火得这一点 这里有个小胡萝 前清兵 后捡胡萝 胡萝呢 找不着了 这个是常发生的一个现象 你总玩这类的游戏 三国或者西游 你都会知道 就是这个 有时候就很奇怪啊 这个道具它明明就抱着这个有遮挡物的底下 弹起来那一下你是能看着的 但是落地那一下就看不着了 然后呢 瞬间的记忆都感觉能记住 过去再找就找不着了 总会出现点偏差 我玩的时候也经常是 比如说呢 在这个三国杂基里边 这个第四关 那个那个那个 貂蝉旅蒙那国 有的这个秀店抱的那个地方是吧 想必各位应该会有同样的印象 好 这里呢 在一顿本鼠家 拼一清兵小兵之后呢 直接选择了一个 雷电服 让自己开场可动 然后来到了这个海胆王的面前 出门一个大招呼镜 然后呢 波动抓 杀呼镜呢 把自己心爱的柜捡起来 从这个伤害来看呢 毫无疑问这个招呼镜 也是个双倍伤害 然后呢 混刀 一下 两下 没打着 前方手 一下 两下应该就死了 因为没死 平A 一下死 扔一个钩 那为什么不直接扔钩子 看开感叹吧 如果感叹的话就没有区别啊 如果不感叹就有点区别了 果然感叹 那没什么区别啊 其实就不妨直接扔钩子 反正呢 都是这个最后呢 把这个钩子躲一个爆炸 好 这个位置呢 继续清兵 打出了一个大米饭 先不着急吃 会耽误时间 然后呢 有这个机会等兵死了再吃 OK 往前走 海兵长直接来 红柜拖兵部 沙不静寒兵长压制开场 然后呢 依人一个兵 红柜捡包塔 可以看到 沙不静清兵这块是吧 哎呦 这一下难受了 这一下可太难受了 这个导航鱼啊 直接耽误了好几秒 这一下呢 很明显 沙不静呢 还是想像伤皮兵那样 开场寒兵长 但是结果呢 被导航鱼直接撂倒了 有点难受 开场雷电机 好 直接点到位 然后呢 给这个大鱼拉到底下 捡完一个宣兵斧 红柜下来 直接撇斧子 沙不静加满了气 好 那就没有染口 这一队组合的话呢 或者说这个游戏里边 这个波动时间长短的 一个组合 是非常好配合的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玩呢 都会用猴哥龙马 是吧 一个波动长 一个波动短 然后的话呢 两个人互接 猴哥长时间的波动呢 就能给两个人 一个非常好的趋利的空间 好 这里呢 基本上是 不能说基本上 这99.9%是不会失误了 好 就接着互接 拉的最长 或者最下的好处呢 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就是没有这个导航鱼 他这个寒冰长不愣吗 应该会愣吧 赶后个波动的时候 愣一个不行吗 他肯定是下一关 会叫三个寒冰长 他应该是在 结算的时候愣 好 最后一抓就死了 拜拜了大鱼 这个游戏真是啊 双打跟单打 是有天 天差地别的 这个你不得不说 IJS做这个游戏 确实是比较合理 童年的这两款爆火游戏 这寒冰长不冷了 不好意思 我年轻了 童年两款爆火游戏的话 这个西游跟三国 他做的这个东西 单打跟双打 或者多打 确实都是这个难度 肉眼可见的降低 也是为了吸引玩家 毕竟这个游戏要挣钱 是吧 这块做的确实是为了 我看像这个西游戏 无论是双打 还是三打还是四打 这个小波动一个互接 童年的基本上 一帮小伙伴 一个B都能打个 一个多小时 三国战技 你单打的话 那款119对吧 1P只要是不往Boss脸上走 2P3P4P随便打Boss 包括多人的配出 所以这方面的制作 确实是没什么破定 好之后呢 继续是来到了第五关 这一关的话呢 是也没有主客场嘛 木克土 土克水啊 沙武镜客场 但是区别不大 青小兵呢 两个人都是三下一个 然后呢 这一关呢 打这个大竹竹 我估计呢 还得是客场的 这个沙武镜 为主力输出 因为毕竟俩人 没让红车伞勾子 这肯定是让 沙武镜打波动了 大竹竹 好继续的清兵吧 清兵的话呢 还是以红车为主啊 因为那这个 沙武镜的这个 清兵P1A呢 不能三个一起 最多只能 两两相处 所以说呢 猴哥还是主力 而且呢 猴哥这个清兵的 判定非常的舒服啊 沙武镜呢 还得往这个 上边的这个 外周上线走一走 这里呢 再减一个火扇 直接往里抽 来看看里边 道具怎么分配 出门火扇 雷电机 出发 一打四 这样的话呢 少刷一个兵 这个火扇就不要了 往前冲 下臂 一打三 两次 全秒 四个 大宝剑 全杀 往前走 下臂 这猴哥这固人是真长 你该说不说 哎 来了个这个 人品照妖镜 我这个韩冰掌 有点难受啊 那两个小兵人 互相砸倒了 继续拼 大宝剑 一打四 好 来了 这样的话呢 大宝剑一打四 再次少刷一个兵 塔 塔 调好塔 我看调的是塔 不好意思啊 一个镜子照到了屏幕的最右 然后呢 杀不进打波动 然后呢 塔压起身 杀不进再波动 猴哥这里蓄满了气 接起一个波动 杀不进呢 把小兵 打一个寒冰掌 洞上 这样的话呢 小兵可以更老皮一点 方便空兵 跑梯 接波动 拿下 可以看到这个蜘蛛精啊 达妹子里血量掉的是没谁了 再空一波兵 好 可以 咱们来看啊 这个地方呢 杀不进在空自己的气槽 等这个蜘蛛王上来的时候 他再把这个气槽干满 来了 果然 这里呢 是用的跟这个杀不进的龙女的套路是一样的 让这个杀不进的波动为主 怪一跑呢 就要送空 AB回来 定住了这个小竹竹 一个AB没打回来 再补个AB回来 捡一个照耀镜 再一避 好 这里多大的伤害就是 最后一个踢 直接踢倒了 这一个波动是没有动画效果的 斜转 好 继续清兵 再等大竹竹上了 也是同样的一个套路 花了两个小兵 这里耗住他的波领子 不让弄 这是童贝常用的套路 因为你 三打或者四打的时候呢 他怪就一个 波动一次只能一个人挤 所以说另外点没什么可干的 就去抓兵 耗住兵的波领子 这里呢 最后不要了 直接打点这个快速的这个刀具伤害 一个镜子 一个葫芦 加一个杀不进的跳起来混圈钩 这样呢 直接带走 好 十四分钟整啊 拿下了这个蜘蛛王大竹竹 这哥们翻拔 还得用了減进十秒钟 可以的 刷两个小兵 柔力柔力 猴哥闲着也是闲着 OK 拿下之后呢 把这个加血都给这个吃一吃 然后呢 过关直接就下碗了 杀不进咋不吃呢 对 最后杀不进狗子的 还是猴哥赢了 猴哥这个清兵分数多一点 OK 来到了第六关石头岭啊 来到了这个猴哥的主场 他这个西游记跟三国战军呢 都有一个基础的 一个清兵的底分啊 俗生的基础 就是摊分方面的 不光看boss的战 不光看boss的战手啊 这东西对于这个 速通来讲呢 这个影响不大 所以说咱就不太研究了 但是呢 他把两个人的分数控的正好啊 或多或少呢 也会降低一点过关结算的时间 比如说两个人的过关分 一个是十万 一个是一万 那你就得多等十万分 那个人结算一会儿 如果这十万分呢 两个人平均分配 你是五万一 他是四万九 那就会比那个快 你看是吧 真正高手的速通细节 都研究到这个地步了 说话到个期间的 开场的火运道 配合一顿波动 拿下了这个大鹏王啊 这猴哥这个踩啊 这个波动刷 这个大巧是真疼了 好 捡起这个火运道订单 直接往里走 来看啊 这个地方 应该会是个 提前开场的套路吧 寒冰掌左右一甩 寒冰掌一甩 好像不是 我运道 寒冰掌 你可以看到寒冰掌 这开场的能力 或者说压着怪起身的能力 压着怪出场的能力 确实是没有破定 打下来了 猴哥这里呢 续气肯定是几个道具 加一个这个最后的啥 一个这个叫做 没有这个画面的一个波动 收走 果然 落地 落地以后呢 应该是出门 看看距离好 就直接AB放倒 不好就打个定 我估摸的是这样吗 果然距离太远了 直接打个定 然后呢 猴哥过去除 在沙武军加气时间 沙武军接波动 猴哥利用这个时间续气 请两个小兵 然后呢 猴哥打平A 因为猴哥这一关平A的速度太高了 主场有一个伤害的加成 哇 这小兵 可以啊 目前位置最强小兵 没有之一 还有这小兵 这小兵 其实确实也厉害啊 这个小兵的这个 平A的抢张能力 那个小舌头 感觉是非常的 叛径非常强 最后呢 一个牵佛丑的二连 配合一个下臂 直接清掉 咱们来看啊 剪刀具进门 很关键 沙武军最后直接把兵冷死 剪刀具 剪刀具 剪宝塔 好 剪起来 进门 猴哥先走 差一点没进去啊 好 老杀几次期后 来了 这里呢 一个清兵 一个剪火运刀 然后呢 一个清左 一个清右 拿下 火运刀先发 猴哥给屏幕 一打三吗 漂亮 之后呢 我先走 来 打这个啥 定单的一个 这个大树 这是要几个 这是要拔个 应该是 果然定 来吧 开剪 好 看好位置 火雷一枚 蹦 走 直接往这个 大狮子脸上奔来 好 开场AB 沙武军先接 猴哥给撑了下屏幕 猴哥再接 沙武军给撑了下屏幕 好 屏幕过来了 然后呢 把大宝剑打开 接波动 然后猴哥先于期间 剪个大宝剑 猴哥再波动 沙武军把这三个兵 清俩留一个 他没想动一下 跑出来再波动 你可以看到时间掐得很准啊 这波动基本都是在能接的第一时间就接啊 这也是双打速通的一个细节 他不会像咱们平时小时候玩前那么慢是吧 小时候玩等过来倒地下的话 这都是有提前量的 这里想把小兵勾引跑 小兵不走 小兵很机智啊 我要替大哥扛一下 结果呢 这个 沙武军一生气 波动直接出小兵身上了 现在呢 这个血量已经不多了 果然又是前回手 直接拿下 猴哥的伤害在这关是太爆炸了 好 boss一死 血条没走完 这就是双人速通的一个 魅力点了 OK 这样呢 拿下18分钟20秒 还有游戏 还有两关 咱们来看看最后两关 好 好来了 现空山无底洞 出门呢 是让那个沙武军 猴哥加气有啥用啊 咱们来看看这气架是啥用啊 看来是一会儿是想牵分手清兵吧 我猜测应该是这样啊 猴哥先加满 完了等一会儿杀不定再加 然后牵分手清兵 他这翻根洞 有什么说的吗 增加一下移动的这个 位移能力 阻止一个老泰特的扇子 然后再 碰一波兵 是这个意思吗 感觉应该是啊 然后呢 这波动跑个路 增加一下这个脱平速度 感觉这个气架的 应该是这个 是这个情况吧 那这里又加个气 是为什么 咱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里清兵 根本是用不上气的 果然啊 这里是一个翻 然后呢 把老泰特打死 然后再回来 火星刀 一打六 完事 落位 下来之后 还是那个雷电机吧 果然 还是那个雷电机 好 雷电机去上 杀也不要 杀也不要就是快 这里来 直接干尾吧 一个定 一处 两处 三处 四处 AV 这个处 怎么打这么准呢 我以前也打过 猴哥这个速通 就是这个耗子尾巴 前四架扒了 特别快 你看前面那几架子 想把那个耗子尾巴 就是 他刚扒了完 就给他储上 刚扒了完 刚扒了完 就给他储上 挺费劲的 好 开场打宝剑 打个一打十一 之后呢 过来两个人一清一 然后捡 捡 捡 好 四个刀具 全部捡起来 火山一打三 漂亮 往前走 回头 没有火山 直接是平A 这里 雷电机 走 可以 赶紧利落 好 杀务精 跑慢了 OK 这里过来 杀务精捡上 直接奔 大号指 来个 二连的火星刀吧 猴哥 你瞅着跑位 果然是 来 火星刀 一次 火星刀 两次 漂亮 二连的火星刀 给个大火山 走了 火山没有 应该是刀具够了 好 咱们来看看里边 里边这里 谁来 加满气这个人 还是主角 火山 加气 火山 火山 不恶动 还手 火山 宝塔 宝塔压 剪道具 宝塔再压 但是被波动 接起来了 宝塔再压 出招 火山 火山 最后一发 火山 再剪 出招 火的收 火山山 再来一下 出招 好吧 没给机会出招 天下起身是要出招的 招妖镜 招妖镜没打着 还好啊 这里是又扔了个雷电符 这个招妖镜呢 略有点早啊 想追求一个极限的一个招妖镜第一时间打死 然后呢 没打着 中了个雷电符 虽然说雷电符呢 这个有一点这个中电效果 但是呢 它是一个后补 也算是挺好 完美的一个大耗子 好 咱们来看最后一块 好 来了 大牛又开始叫和了 大牛每次好多长时间呢 二七看好的 咱们来看 这玩意每次黑得好个六七秒左右 OK 来了 还是寒冰掌压制一个小兵的开场 然后呢 平A 俩人分 分不分吧 这里呢猴哥俩杀不定一个 这个最后一关呢 主角是谁自然不用多说是吧 好 这里呢 要来了 牛牛 牛牛登场 一个雷电机 时间的皮上 然后 活动 皮上 寒冰掌 没打着 一个A下B 他这寒冰掌是要打右边没死的小兵吗 应该是觉得小兵没死的寒冰掌吧 或者是牛魔王会起天网又蹿 打个寒冰掌 预判 应该是打这招啊 刚才可能是打这招吧 好 这里呢 猴哥这个看沙夫就没气了 过来帮着去一个这个波动 沙夫已经把小兵勾飞 一个奔跑之中反向的一个波动 又抓了个小兵 这这纯是先来无事的 因为这个可剪刀剧剪完之后没什么事干 你看 是吧 是吧 好来了 大火龙 还是寒冰掌 免费白票寒冰掌是吧 别动机 这里寒不上了 这个玩意 他之所以慢的话 还是就差了一把乌游刀了是吧 带着龙女 你看这天我看不着 梦叽叽半天还真打他杀了 但是你该说不说 不像龙女 无影刀刹刹结束了 OK咱们来看看这个大 大火抢 就是要塔压开场了 有塔压开场 那就是要波动踢了 波动 再动 太能动 还可以动 撕下了 还不还手 飞了 好吧 要一顿道具了 这找着就好疼啊 死的真惨 感觉这个大火抢 死的比招刺的爹都惨 然后把这个冰山也撇了 好 开始剪 大宝剑 订单 人参 走人 OK 来到最后一个战场 牛神战场 出门 寒冰山 还是打开场压制 大宝剑 应该杀不掉了吧 果然道具都够了 这地方这个冰山打到了收场的兵 小亏 大宝剑 不 拥有 拥有 雷电机 好 结束 大牛 这个大牛在这个两个人的攻击之下呢 也是还不上手啊 出门一个扇子完了紧接着就一顿波动就没了 出门是糊了不好意思啊 年轻了 其实是啥都一样啊 因为这个boss他流血的速度就是这么快 你只要猜他开始流血的一刻两个人波动有杀不定的存在 这血流就停不下来 就是说是啥都无所谓 反正他们这个计时呢是按照最后的这个怪血条走完来这个计算的 所以说呢你打怕中间打慢点 他这个血条一直在走就是一样的 简单的来讲呢一句话就是说呢开门出门你一个电炮给牛车闷死了啊 然后呢跟他俩现在呢就这么一直都这么接啊 就打出来最后计时的时间是一样的 好吧 这也没什么可能啥子了是吧 就是你波动我波动 俩空好一个这个气槽的时间呢 中间有一个这个气槽的一个差啊 就可以了 这里估计不打了就是啥呢 就是boss已经快死了 都有这个闲血软件 boss现在还有多少血了 一个数字闲血 最后呢羞辱boss一下就完事了 果然你看什么 半天不打之后这个牛死亡之后呢 他还是血条没减完 所以说都是这样的 好感谢两位大臣的一个速通表演啊 我是本期节目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 拜拜